今年八月 正在培训的这对姐妹花 不约儿童想起了三个月前病逝的父亲 他说草地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修行 爸爸妈妈的姻缘 所以我们有机会加入这个慈祭的大家庭 为了接去父亲的遗愿 年过半百的姐妹俩 决定不再为了个人事业蹉跎菩萨道业 父亲当然也很希望我们能够进来做慈祭 我们深深感受到人生无常 应该把握有限的生命 做利益人群的事 爸爸的这个离开 让我们觉得时间真的不能等 岁末祝福 姐妹俩此刻成为真正的慈祭人 今天我跟姐姐一起受证 然后呢 爸爸因为在天上也会看得很开心 我们两个也会同心协力 在慈祭的菩萨道上一起精进 完成爸爸未完成的志业 看着现在大家的合心向心 我跟安心 欢喜 回合起来 思念父亲的孝心 化为弘法立身的大爱 原来行善行孝 就在一头族一念心之间 大爱新闻 张泽人李月威 云林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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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